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张嘉玲张医师 欧院长做到了倾听关怀同理心 因为很多现在台湾的健保 其实已经做到非常好 我们常讲台湾的医生都在做苦力 看一个病人几百块 那还不如去当水电工 装个水管你装个气管插管 跟水管比那个水电工装个水管还便宜 所以这是有些是台湾医生很无奈的地方 所以台湾的健保其实是对大部分的民众是有利的 那么因为医学一直在进步 所以过去的方法跟现在的方法 其实为什么要有些自费的 因为我就讲一个现在很多风行的打干细胞来讲 干细胞这么贵 健保不可能没把干细胞例如健保给付 因为一附近就就亏钱 但现在这样干细胞不好吗 它很好 但是健保是没有办法给付的 所以欧务院长就做到了很重要一点 倾听关怀跟同理心 所以我们现在要讲到一个 如果说你们命脑外科最大就是肾脏的问题 那如果说肾脏的癌症 像过去的方法跟现在的达文系的手术 它有什么突破这种瓶颈的地方 跟我们解释一下 我想这个肾脏是一个非常重要器官 因为我们大概40岁以后 每年这个肾功能 就会大概损失大概0.5% 慢慢的 所以如果你七八十岁 我们去抽你的计算肝 看我们这个肾脂球过滤率应该都没有到 就是120cc每分钟 所以肾功能会慢慢的衰退 那肾脏的话 它如果有肾细胞癌有一个肿瘤的话 传统这个手术就是要开放性的 不管你全切除或部分切除 那如果是全切除 我们要把整个肾脏拿掉 要必须有很大的一个伤口 那我现在讲的 最主要就是达文系的手臂 它的一个特点就是 在部分肾切除的时候 它可以发挥最大最大的功用 因为大家看一下 我们肾脏的这个动脉静脉进来的血流 在我们全身的血量的大概20% 所以它血量是非常丰富 因为我们心脏打出来的血 有到脑部去的 有到肺部去的 有到肠胃到 有到四肢去的 但是肾脏就占20% 所以它的血流是非常丰富的 所以我们开这个肾脏部分切除的时候 必须要把整个肾脏都游理出来 所以虽然是一个肾脏肿脏 如果是一个两宫三宫 但是你必须要开个15宫的伤口 把整个肾脏都游理出来 就是血都要卡掉就对了 你要暂时阻断 暂时阻断 好 那我们先用达文系列的手臂 我们不需要 不需要阻断 我们不需要阻断 我们进去的时候把这个肾脏动脉 肌脉全部分出来 把肾脏整个稍微游理 或是你要切上部 你可能上部游理就好 只要你能够开刀 能够你得心应手 你把周边的一些关系位置 能够搞清楚 也不用完全游理 但是你血管必须要阻断 这个时候我们把它 可以在附近也放一些冰 降低它的一个新陈代谢 你的新陈代谢可以知道 降低它的一个新陈代谢以后 才不会你 把肾脏脉肌脉夹了以后 再放开会造成 缺血坏食 就是叫做我们repefuse injury 就是在灌注的时候 肾脏的伤害 会放出一些我们叫做 free radical 就是一些自由肌 会伤害肾脏 所以我们 我们就是把它降温 而且夹血管 缝合时间 最好在20分钟以内就完成 这个走出这么快 20分钟就完成 不是 就是 让它缺血状态不要超过20分钟 就是缺腎缝合时间要20分钟以内 但是整体的一个时间 可能要大概一个半到两个小时 要做一些准备 那用达文膝蟹的手臂 它的好处就是说 我们手术中 刚才讲第四代 我们可以打这个ICG 叫寻血率打进去以后 血流就进去以后 这个整个肾脏就显隐 当然是肿瘤不显隐 所以我们开到的时候 你就是切到这个肿瘤不显隐的地方 正确定位就是 对 你切到一部分的什么 一部分的 显隐的地方 就是说你的边缘的 是开干净 多切一点点 而且这个肾脏的血流那么多 我们可以不用全部阻断 我们叫部分阻断 或是我们叫segmental 就是说它的前肢 对 或是后肢 或是前肢的上肢 或前肢的下肢 我们根据它的血流方向 可以就是部分的 区域段的阻断 所以这个是传统没办法做的 也没有办法显隐 所以达文膝要第四代 才能做到这个功能 而且我们做机械手臂 在缝合的时候 它是很轻巧的 所以我们这个用达文膝的机械手臂 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精确定位 定位 精准的切除 精密的缝合 伤合又小 伤合又小 所以束后恢复非常快 那我们 除了这个肾脏的肿瘤以外 有些肾脏是一个水泡 它这个水泡有可能 就是不是单纯性的 就是复杂性的水泡 有可能是 里面含有一些 肿瘤细胞在里面 也有可能要做 部分的肾切除 也可以用达文膝 机械手臂来完成 这是两种我们应用最广的 也感谢健保 我们现在所有的机械手臂 有两种是健保有给付 第一个 机械手臂健保有给付 就给付手术的 第一个就是 射护腺的根除术 射护腺根除术 第二个是 部分的肾切除 部分肾切除 健保又几乎所需费 所以这个就是 一般我们观众的福音 因为不然 达文西手臂还要花钱 所以我想今天欧院长介绍 这样我们就很清楚 肾脏长癌症不用担心 现在比较新的技术 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 那再来 欧院长对于肾脏这些 我们还有什么其他建议 跟叮咛跟观众朋友 肾脏的肿瘤 70%是没有任何症状的 除非你是做体检 发现 或是说有时候你在 看其他病 你说你的病人糖尿病啊 你好心说 你最近好像做 怎么最近又比较瘦了 是不是做个超颜波 意外发现的 或是有些病人 他可能是子宫颈癌啊 或是他可能是肺癌啊 意外说 腹部做个电脑断 才发现 所以以前我们讲 肾脏的肿瘤 他的症状叫做三种症状 第一个是疼痛 第二个是血尿 第三个是摸到硬块 我跟张医师还有各位观众讲 如果你三种都有的话 你也不用看医生 因为你自己也知道有病了 那时候肾脏的肿瘤 大概大概十来公分 所以三个症状都出来的时候 已经很严重了 那有些人硬去好 就是他长在 往内长 会造成血尿 他可能另外一会发现 就急宰会发现这个症状 对 那有些就是 怎么样呢 他哦 他的一个就是说 他 突然说 好像有点疼痛 或是说胃痛 结果去检查 其实也不完全 就是这个肾脏肿瘤引起了疼痛 才发现有肿瘤 所以你要一个肿要摸到的话 最少要大概十公分 你那两三公分的肿一般是摸不到的 因为他长在这边 而且肾脏外面有一层脂肪 或是如果你又胖 又有皮下脂肪 又有肌肉 就更难发现了 更难发现了 像那个张医师这样瘦瘦的 我给他摸一摸压压 没有什么摸 可能摸得掉 把那个 肚子很大了 你知道压一压 压不出 因为躲在里面很难摸得到 各位知道肾脏癌是非常可怕 因为跟其他的恶性肿瘤都很相似 开始都没什么症状 就有点怪怪的 所以我想每年的例行检查 是不是超音波是最重要可以发泄的 但是我跟张艺师还有各位观众讲 超音波虽然很重要 但是如果肿瘤比较小 也没有办法 一两公两三公 超音波要找到这个 不简单 这个技术源或是这个医师要非常的 很Smart 一两公分很大的还找不到 因为有时候我们找的时候会被肠子啊 一些挡住啊 所以有时候不见能够看得清楚 所以有些是有点运气的关系 可能还是要做核磁共振啊 或是电脑断层做一个全身的见解才能够发现 所以今天就非常的高兴 我们也获得到一些肾脏癌的一种基本尝试 那么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是一个肾脏癌的病人 我想还是要来找一个技术高超的医生帮你做治疗 这个技术高超还要配合上一个非常好的仪器跟设备 就照我们今天题目讲的 这个医生是不是你应该选择的主治医师 他有没有倾听你 有没有关怀你 有没有同理心 我跟各位已经筛选了 今天我认识的一个同医院的院长 欧院前欧院长 应该就是你要找的那个理想的主治医师 请把这些摆在心里牢牢的记住 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也非常的高兴 非常的耽误了院长这么多的时间 把肾脏的跟他的一种医师的特质介绍给各位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那喜欢我们的观众呢 也希望你能够订阅留言在我们的底下 你有什么任何关于密尿科的问题都可以留言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观察 感谢各位 我们下次见 谢谢 谢谢张艺师 谢谢各位观众 谢谢 大家分享 按赞 留言